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廖洁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封面话题是 情感是一门生意 您没有听错 情感是一门生意 虽然这歌里边唱啊 说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买就能卖 但这个现实当中啊 还真就有人做起了爱情买卖 这些人呢 就被称为是情感导师 专门叫你怎么怎么谈恋爱 谈恋爱 什么还需要交呢 那是因为太多的人啊 他不会谈恋爱 现如今的年轻一代 大多呢 都是独一代啊 比较自我 又过分的依赖网络 社交圈呢 比较窄 因此呢 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呢 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差了 说白了啊 情商不太高啊 别说是谈恋爱了 有的时候啊 连职场人际关系都搞不定 那这个时候呢 恋爱培训 那就应运啊 生了 恋爱培训班是各地开花呀 甚至联系个这个教育机构啊 他也涉足到这个恋爱这个培训课 可见呢 这个市场的诱惑力有多大 杂志就介绍了这么一位情感导师 就是图片上这一位叫冷爱 在恋爱培训界 那可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在他看来 谈恋爱呢 那是一门技术活 得学 想得到他的情感指导啊 那价格真不便宜啊 说电话咨询是每小时一千块钱 那要面谈呢 一个小时两千 这么高的价格真的有人去买吗 哎 不仅有人买 而且还很多呢 那冷老师就说了 在恋爱培训这个市场 你收费便宜了 就会让学员觉得呢 你没有真本事 他不信任你 反之 你定价越高 那胜男胜女呢 就越信服你 觉得你啊 真有几把刷子 当然了 说到把情感做成一门生意的 那必定还绕不开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陆琪啊 仅仅从这个人数而论 拥有两千六百多万粉丝的陆琪呀 那无疑是中国第一大情感导师 他呢 一方面出书为女性的婚姻出谋划策 另外一方面呢 哎呦 又在微博上用鸡汤体来抚慰人心 除此之外 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相关产品 他卖水晶 号称可以改变你的感情运 从开店到双皇冠呢 人家只用了五百来天 他主持这个情感节目 筹牌爱情电影 还注册公司 拿到了1.6亿的融资 那情感生意呢 是越来越壮大了 那陆琪啊 也曾经在采访当中啊 自己夸赞自己 说 我觉得已经把情感变成了一个产业 虽然外界对他有各种争议啊 甚至说他你是叛徒啊 说他你可以讨好女的啊 恶意重伤感男的 可陆琪呢 对此不以为意啊 他就说 都说要站着有骨气的把钱给赚了 但只要不触定得真正的底线 如果跪着也可以赚钱 那又为什么不呢 文章就说了哈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情感思维的模式 那说白了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爱情 你靠导师 靠什么培训机构 感情不可能就有那么纯粹咯 咱都说 谈钱 伤感情 谈感情 伤钱 可是呢 当情感都成了一门生意 那是又伤钱来 又伤感情 前不久 演员包贝尔和他老婆包文静大婚 没想到上了热搜榜的呢 却是柳妍 当天呢 这柳妍是作为伴娘 差点呢 被几名伴郎给扔进了泳池里 多亏大侠 贾铃是出手相救 极力推开那几家伙啊 最后呢 用红包结束了这场闹剧 估计连柳妍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是后来能发酵 发酵成这个态势 大家都愤怒了 热搜也好啊 公众号也罢呀 全部都是柳妍被闹的这个这个推送啊 这一夜之间 大家仿佛啊 都成了柳妍 感觉自己啊 就跟她一样被轻薄了啊 人格受到了侮辱了 柳妍她自己啊 到底生气不生气呢 已经没有太多人关心 重要的是呢 大家都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找到了一个对闹婚极度反感的宣泄口 这种愤怒是对陋习的厌恶 对侮辱女性尊严的一种拒绝和声明 你像有人就说了 我们都诚实柳妍 只可惜没有好运呢 遇到那假灵 有太多的女生在自己啊 或者是朋友的婚礼上啊 遭受到然以言说的这个侮辱啊 每一个女孩啊 都幻想成为新娘的那一天 来接受白马王子的迎娶 可真到了那一天就发现 那童话都是骗人的啊 骑白马的也有可能是唐僧的啊 还可能是从各路冒出来的妖魔鬼怪 说这个婚礼当天 新娘子被各种刁难捉弄 甚至是这个侮辱啊 衣服被撤掉不说呀 还得忍着不知从哪生出来的咸猪手呢 生气吧 大家就觉得你啊玩不起啊 开不起玩笑 你硬撑着硬冷着吧 只能是自己啊受伤害 你像之前山东早庄有一位新娘子被那个接亲的伴郎们啊 哎呦 抛到了空中 结果掉下来没接住啊 这新娘子直接后脑勺着地 人当场就昏迷 还有的新娘 那就更悲催了啊 因为忍受不了别人的侮辱是半夜自杀呀 那新娘子被浪 这新郎官呢 也不好过啊 有被人逼着穿女士内衣的 有被别人扒掉衣服拿着胶带给他缠到树上去的 也有被拴上狗链要沿街乞讨的 种种恶俗那种玩法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还有的呢 更是那喜事呢 直接变成了丧事 你叫太原有一小伙子在结婚当天被狠狠的拍打呀打呀 结果打成什么呢 气管断裂随后死亡 前不久 陕西有一名这个新郎官啊 为了躲避这个闹洞房 就藏到这个窗台上 哎呦 一个不小心 从六楼最下 也是抢救无效死亡 每当悲剧发生 大家都会对这个闹洞房的这个恶习啊 深恶痛绝 闹洞房这个习俗啊 之所以这个存在呢 是因为古时候啊 这个新郎新娘结婚之前 很可能就没有见过面 长辈们呢 就是想通过闹一闹洞房的形式来向新婚的夫妇呢 传递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到了今天闹洞房存在的理由那应该是不太成立了 你没有听说过现在哪一对新人在结婚前没见过面的吧 可奇怪的是到了现在闹洞房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是越闹越厉害还想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闹喜闹喜越闹就越喜于是新郎官遭扬了新娘子遭扬了就连当天帮忙的伴郎和伴娘也跟着遭扬了很多伴娘啊成了专门为这个新娘子来挡子弹的被各种调戏侮辱啊 你看之前山东泰安有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当伴娘的时候的哎呦被别人扒了衣服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 那有的地方因为闹这个伴娘闹得特别厉害都没有伴娘院做了 当地甚至啊得花钱找一些职业伴娘 让他们就闹去吧 婚礼上真的必须要闹一闹洞房吗 这结婚是人家的这个喜事 这么重要的一天没有任何理由来贬损呢 来侮辱新人 那些打着天喜气闹得没有下线的人 那更多的恐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 故意借这么一个场面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了 说白了啊 那就是借酒杀疯 借酒耍魂 这样的人 这样的行为 那才是应该被踢出婚礼现场的 闹洞房闹出了悲剧带头的那几个呢都有责任 周围的看客你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有的时候啊 你不阻止这个错误啊 其实你就是重犯 今天大家都在深远差一点落水的这个留言 希望明天咱大家都能成为那个仗义相助的 最近陕西米之县发生了一起悲剧啊 一段视频引发人们关注 这视频当中一名孕妇双腿跪地 脖子卡在路边防护栏的这个缝隙当中 双手下垂是一动不动 事后呢 这孕妇应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当时这个孕妇啊 因为头晕就想扶着这个护栏的休息一下 没想到突然就失去了意识 那脖子呢就被卡到这个缝隙当中了 因为这个缝隙很窄 那悲剧就发生了 那到底有多窄啊 有记者实地测量了一下 发现这个护栏之间的缝隙只有这个这个八厘米 这什么概念呢 咱成人的脖子一般就是九到十厘米左右 而护栏界隙只有八厘米 你再加上护栏顶部那个成圆弧形 与下面的条状缝隙 形成了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形的这个构造 那人趴在护栏上休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那颈部就有可能滑落下去 一旦卡住 那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如果没有专业手段和及时的急救措施 很容易窒息而亡 事实上这样的意外之前也发生过 2010年江苏南通市一位老太太啊 脖子被卡在超市门前的这个忽兰中间 也是不幸身亡 还有2013年北京中关村 一名女生的脖子卡在路旁的这个忽兰缝隙当中 后经抢救也是无效身亡 2015年也是在北京 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智能死亡的事件 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护栏为何屡屡成了夺命的凶器呢 这样就得从这个护栏的规范标准说起 我们国家的护栏呢 主要是分两类啊 一类呢是防撞的护栏 主要在高速公路上使用 那这样的护栏 它也是有国家标准的 那么另外一类呢 就是隔离护栏 主要就是在车行道和人行道上来使用 对于这一类的护栏呢 它也有标准啊 但只对材质有标准有要求 至于这个护栏间隙的这个宽度啊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咱们细说一下啊 对材质有要求 但规定是要用钢筋 原本这是为质量来考虑吧 其实它带来了一些隐患 钢筋 那也就意味着人们很难徒手 将这个护栏给它掰开来 你像这一回孕妇被卡住 当时有好几位过路的人呢 都试图帮忙掰开那个护栏 掰不动呢 另外一方面 因为对护栏间隙的宽度 它没有明确的标准 那护栏的样式啊 规格那就是无花八门呢 其实对于这个公众设施 咱们要强调安全 不光是质量安全 更应该有设计方面的安全 咱们说到这个护栏上啊 护栏卡扑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 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呢 是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 尽快用心去制定安全标准 护栏间隙的宽度 其实啊 那就是生命的一种温度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足啊 这些天呢 朋友圈都被国足出现的消息给刷屏了 虽然只是进到市域赛亚洲区的12强啊 但是要知道啊 咱国足上一回进入这个决赛 那的15年前 那也就是说中国球迷等了15年 才再一次等来了国足出现 这一次的国足出现 连带着两位歌手也上了乐收榜 谁呀 陈奕迅和曲婉婷 赛前陈奕迅就问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赛后 曲婉婷答 没有一点点防备 你就这样出现了 众所周知啊 早在三个月前 国足的比赛 他暂平香港之后啊 进军这个亚洲区12强赛 基本上就只剩下一点点理论上的可能 所以呢 这一次赛前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抱希望 但国足硬是靠着自己的出色的发挥 阿比宁战胜了卡塔 并凭借澳大利亚 菲律宾 伊朗 这些友军的绳柱啊 终于呢 让理论变成了现实 搭上了晋级12强赛的末班车 不少球迷就感慨啊 说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东西的时候 全世界 他都会帮你 我们回首过往 以前说到国足 好像除了挨身啊 那就是叹息咯 无论抽的钱有多好 你都能被中国足球 踢成一个死亡之主啊 无论赛前多么多的利好啊 说打平就能出现啊 咱国足都能奇迹般的悲剧上映什么黑色几分钟 打死他都出不了线 把球迷伤的是不要不要的 哎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剧情啊 完全变了啊 国足出现了 不再是哀怨遍野 取而代之呢 是各种鸡汤语录 有人就说 今天的国足告诉我们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还有人就说 中国队能文能武 黄伯文武蕾 那实在是高 还有高 高红波 现在距离12强赛开打 中国队只有五个月的准备时间 那中国足球 到底还能不能离世界杯更进一步呢 我们只想说 勇敢的少年 快去创造奇迹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文章标题 李洪业 工科博士的相声实验 看到这标题呢 很多人就纳闷呢 又是工科 又是博士 又是实验 这三个毫不搭嘎的 这个这个元素凑在一块 能说出一个什么样的相声呢 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上海交大机械系的博士 李洪业 他本人呢 就是天津人啊 他特别喜欢说相声啊 在学校的时候啊 他创作的这个相声剧呢 演出场面是十分的火爆 这就让他有了转行的念头 让他有底气的呢 那就是人家是个博士 懂理论 这位工科男呢 已经出了好几本有关相声的著作了 在他的相声有限远里呢 他用对比度啊 搞笑机里这些个参数呢 建立了一个模型啊 通过实验数据的取值 你就可以算出一段上未上演过的新的相声 他将来可以让观众笑多少多少秒 以此来判定这个相声的效果如何 效果率达到百分之一十八以上 那就是一台达勒标的演出 您瞧瞧 人家把相声都给数量化了啊 更让人脑洞大开的是啊 利用这么一个有限源的这个理论呢 或许有一天还能编一个程序来写这个相声呢 工科博士的相声实验 谁说相声只是说学逗唱啊 还有算 好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图片 故宫博物院发布了一组春景图 白色信花在红墙的硬秤下是美如画 粉丝们就赞叹啊 这一下又有新屏保了 英国一女子为她的爱犬 办了一场时尚的婚前派对啊 这饼干点心是应有尽有啊 还请来了爱犬的好伙伴 一块来庆祝她的脱单 不再做那真正的单身狗了 河南交座两位女生打扮成了白娘子和小青来征婚 引发人们的围观 就想问啊 许仙在哪呢 今天是清明啊 是回乡扫墓祭祖的日子 那同时呢 又是一年踏青的好时节 咱都说不负春光 好不容易赶上了几天长假 一颗躁动的心早就跑得没影了 今年的清明节啊 对姓朱的小伙伴来说 那真是两全其美 祭祖出游两步 说这个前不久啊 北京十三陵景区呢 他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 说在清明节期间 只要是姓朱的游客呀 你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染十三陵 就相当于免了165块钱的门票 因为十三陵啊 他是明朝皇帝的这个墓葬群啊 明朝那不是朱姓的王朝吗 开国皇帝朱元璋啊 所以呢 说姓朱的呢 也都算得上是子孙后代了 后背门来祭祖 总不能还买票吧 这个政策一出来 哎呦 朱某朱小某朱某某都高兴坏了 这家族荣誉感呢 立马油然而生 还不忘彼仪的瞧一瞧 咱其他姓 显摆道 不要羡慕哥 哥是皇族后裔 您瞧瞧 十三陵 这是要召集天下诸事后人 集体祭祖的节奏啊 眼看着朱家兄弟 有这么实际的福利 也别加姓氏呢 感觉就受到了一点点伤害咯 心里不太平衡啊 大家伙第一时间呢 都跑到百度 来收一收自己的显赫祖宗 你像马伯庸 他就发微博了 说巴拉了半天 马姓在中国历史上 那混到级别最高的呢 好像只有男主的马英 也只不过称了一个王 而已啊 更没有留下什么灵啊 可以参观的 沾不上光了 不过呢 很快就有人提醒说 不要灰心啊 您忘了吗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皇后新马呀 都是娘家人呢 怎么着 娘家人来了 可以买半秒不嘞 这新马的能攀上亲戚 说姓张的也不服气 说当年我张无忌哥哥 可是为了盈盈姐才放弃江山的 否则哪有朱元璋什么事呢 还有老冤家来挑衅的 咋的 我离闯王家的人 是不是你要说我双倍的门票啊 也不怪大家伙这么慷慨激昂啊 实在是架不住一次次的被伤啊 你说今年是猴年吧 说年初的时候 四川峨眉山景区也放话说 全球属猴的华人在猴年就可以免票游染峨眉山 甚至全年都不限次数的免票 让猴子独享专宠 那另外生肖的兄弟就不爽喽啊 可是闷气也没办法呀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得 还是找一找自己的祖宗 某一点福利吧 你像姓秦的呢 就准备去这个冰麻油 那姓刘的呢 就准备去四川 找一找汉朝的遗址 来到我们南昌 找一找海昏侯的遗址啊 这姓曹的呢 就在问呢 啥时候由三国的行程能定下来 那还有姓迪的 正在默默的等上海迪士尼搞优惠呢 好嘛 免个门票 感觉给各家兄弟 又科普了一次这个家族史 不过这种姓氏福利 还是让人感觉怪怪的 咱说好的平等呢 咱说好的天下兄弟是一家呢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猖狂的网络文学道版 说前不久啊 有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叫什么呢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 这里头呢 着重是提到了网络文学的盗版问题 其中还列举了一个数据 说在2014年 因为盗版网络文学而造成的这个付费阅读损失啊 竟然高达77.7亿 哎呦 这数额是相当的惊人啊 你看最近这几年 网络文学的发展呢 是越来越红火啊 尤其是在不少当红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之后 你包括这个狼牙榜啊 米月转啊 花千古啊 那就更勾起了不少网络作家的创作热情 可那猖狂的网络盗版就像一大盆的冰水 花的交到了作家们的头上 人家盗版有多厉害呢 咱就拿一位知名网络写手丁墨来说吧 他呀凭借代表作他来了请闭眼收获了两百万的版税 可如果把盗版的那部分钱也都算上的话 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啊 最少要翻好几倍 人家就说了 从他写小说开始啊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遭遇到盗版 而且呢 都是秒到 什么意思啊 你这边刚把一张传上网络 不到几分钟 哪哪哪哪都能看到了 更让他苦笑不得的是 很多盗版网站的点击量 比那正版的要大得多 因为不要钱免费啊 人家盗版大军还不光速度快 他盗版的方式 那更是花样百出 最简单的就是复制粘贴 咱就不用说啊 有些正版网站 为了防止这种盗版情况出现 他还特别设了这个技术保护 让你没办法复制 可是啊 你技术围墙再高 也阻挡不了盗版的热情啊 你用高科技 人家就用土败吧 直接人工进行入路啊 对着你这个网页 一个次一个次再来打 要不是知道 他们是搞盗版的 你真的是被感动了 想给他发老模奖章啊 那可能有人就想问 这盗版网络文学 怎么就敢这么猖狂呢 就没有谁出来管一管他们 当然有 尤其是那些正版的付费的网站 对这样的盗版行为 那是恨得牙痒痒啊 恨不得把他们一锅给端了 可奈何啊 春风不渡玉门关 却把盗版吹得挺欢 这春风吹又生啊 一个盗版网站倒下去 几十个他跟着就站起来呀 这归根结底啊 还是在于啊 咱技术不过关 法律呢 又不到位 意识呢 又不够强 那技术方面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 在法律上 关于网络文学的 这个版权的保护啊 相对来说就比较滞后 你作家想要维权 得走专门的公正程序 那个成本 那个时间精力 可能写好几本书都赚不回来 不划算 另外呢 即便你公正走下来 隔着茫茫网络 你很难找到那相应的这个侵权人 有镜都没出使啊 当然了 盗版猖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有市场 很多人都自发的选择来看这个盗版 因为免费 长期这样下去啊 不光损害到作家和正版网站的权益 他还很打击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那真正伤害到的可能就是整个网络文学的行业 所以要我说呀 网络文学盗版猖獗啊 咱们就应该好好找一找 那整治的 寻龙爵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第一个词 月球村 说这个前不久 欧洲航天局呢 公布了一个计划 说他们打算呢 联合好几个国家 共同在月亮上 打造一个月球村啊 现如今 距离咱人类登上月球都已经有50年了啊 但一直呢 都没有能够在月球上建一个类似于国际空间站的永久的基地 于是乎啊 他们就想利用月球表面的水平金属和矿物质 再借助这个3D打印的技术来搭建这么一个人类的基地 搭建完成的效果图呢 就这个图片上这个 乍一看有点像这个电影 这个火星救援里啊 马特戴蒙的这个土豆大棚啊 据说这个结构啊 可以用于保护宇航员呢 免遭到辐射 等着月球基地修建完成之后 他们还打算把它打造成一个太空的商业基地 还有太空的采矿中心 同时呢 还想开发太空的旅游项目 你想上去看一看吧 你想会会嫦娥吗 度个家吗 哎呦 花钱 分分钟搞定 看来啊以后刘欢那首歌得改改歌词了 改成什么呢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月秋村 好下一个类词 土豆实验室 这说的呢 其实是南京农大的一个马铃薯研究室啊 人家不光致力于研究土豆 还打算把改造土豆进行到底 在咱们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 土豆那就是长照片里这个样子呗 由内到外都土黄土黄的呗 外表呢 有点坑坑洼洼的呗 总之吧 就是豆如其名 土里土气 而经过这个土豆实验室改良过的土豆 哎呦 首先外观上不再是青衣色的黄色了 包括什么紫色呀 红色呀 黑色呀 让你看了是眼前一亮 土豆的表皮就像用美颜相机拍出来的姑娘的脸 什么豆豆啊 坑坑啊 全都没有了呀 那是相当的光滑 更重要的是 这土豆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土豆的口感有进步 是要多甜有多甜 是有甜有糯啊 营养价值有更高 土豆进了实验室 这叫从内到外脱胎换骨肉 瞧见没有土豆实验室 那就是土豆的彩妆大师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